各位同学 这我们分别来仔细看看三大眼泪的个别的介绍 先看到火成眼的部分 火成眼之前有说了 有花钢眼 有玄武眼 有安山眼 实际上我们把依照到底这眼浆 有没有喷出于地表或者在地表附近冷却 来做一个分类 如果它喷出于地表或者在地表附近冷却 也就是造就地表有容器的状况 基本上地表的人就会觉得它像做山 这一类就叫做火山眼 而如果它完全没有在地表附近的话 这再叫深的位置 也许20公里的深度 也许30公里的深度 等等 那么在那么深的地方 慢慢的冷却而变成的岩石 我们就说它在很深的位置所形成的岩石 就叫做深层岩 那么这说了 如果呢 它因为冷却的很慢 而且冷却的很慢 里头的液态的部分 就能够慢慢的结晶 那么通常结晶的颗粒就会比较大 结晶的颗粒就会比较大 这个就叫做比较粗的颗粒 所以花钢岩拥有较粗的矿物的颗粒是比较多的 而像玄武岩 像安山岩 这喷出来或者喷到地表附近 造就地表容器的它 冷却的比较快 它的颗粒就会比较细 比较小颗 那么这呢 就是之前所看到的 两个不同性质的板块 海洋地壳密度比较大的 玄武岩来构成 大陆地壳密度比较小的 花钢岩类来构成 而密度碰撞的时候 密度较大的海洋地壳 已没了 那么它不只是海洋地壳一摸 在表面附近还有来自于陆地的路远的沉积物 而这些的沉积物呢 就跟着这海洋地壳一起一摸 底下高温而融融的状态 所以这些的沿江永生 而永生的过程呢 它去钻 钻大陆地壳的缝隙 因为它的这温度较高 有机会浓掉这大陆地壳的些许的岩石 而使得真正碰到地表附近的这岩浆 有海洋地壳的成分 海洋成就的成分 大陆地壳的成分 但不论如何 这总是喷出来 所以自己所写的 火山的山脉 应该是属于岩山岩子的火山 再来呢 这就是看到刚刚所说的咯 花岗岩 比较深的位置所形成 生成岩颗粒比较大 而玄武岩跟岩山岩 都是呢 跑到地表附近 所以它的颗粒都是比较小的 代表的地方呢 之前说过了 阳明山 大陀火山群 都是岩山岩的踪迹 此外呢 我们的黎岛 绿岛啊 蓝鱼啊 也都是属于 岩山岩 那么花岗岩呢 就像你去金门碗一样 就看到很多的 这些建筑物都是岩石盖的 那个都是属于花岗岩 旁边的话呢 就是你常听到的 树状玄武岩 那么 这再看到是 刚刚所说的 冷却的快跟慢 很深的地方 缓慢冷却 所以它的颗粒才会比较粗 喷出的 冷却都是比较快的 所以颗粒就会是比较细 比较小的 另外 这又告诉我们是 喷出来的它们 看它们的主场 后来呢 发现的是 这个玄武岩 它含铁铁的成分最多 所以它的颜色最深 花岗岩含铁铁的成分最少 所以它的颜色最浅 而由花岗岩 安山岩 母由花岗岩 使用岩属构成的 性质就介于其中咯 所以这安山岩 它的甜美的成分 才会写中 就是介于 玄武岩 跟介于花岗岩之间 二氧化系含量 也是如此 那么 这你可以发现 两个刚好 呈现相反的状况 甜美子的含量越多 二氧化系的含量 则越少 二氧化系还记得吧 石鹰 颜色是比较浅的 所以颜色越浅 就是所含有的石鹰 所含有的二氧化系的量 是比较多 颜色越深 就是这浅颜色的矿物 含量 比较少咯 所以这有的甜美的含量比例 跟二氧化系的含量比例 才会刚好相反 那么 这看看用途吧 很多的建筑物 事实上 它的壁面 它的地板 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 花岗岩的部分 还记得吧 有白色 有这个粉红的 有一些黑色的 分别呢 这个黑色黑云母 而 这个呢 粉红的 也许呢 就是长石 白色的呢 是鹰 那么不论如何 它们的硬度 通常都是比较大 所以抵抵抗风化 青史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 在大楼的地板 或者外墙 等等都使用的 花岗岩 那么 澎湖的话呢 因为 纳尔缠的叫做 柱状的玄武岩 所以纳尔的石头 既然是柱状的玄武岩 很多澎湖的建筑材料 就用了它咯 就叫做 旧地取材 利用当地的材质 材料 就可以来应用 所以呀 台湾 你看到很多的庙 有这个 龙柱 有石石子 基本上 很多也都是利用 玄武岩 来当作建材了 那呢 这你可以发现 它的球员 有没有看到 一根一根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它是一个 具有破裂面的杰力 而这杰力的话呢 基本上 除了这 剖面看起来 一根一根以外 还有这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一块一块 这个叫做侧面看的图 如果你的眼睛 长在上头 由上往下俯视 你会发现 它应该是一个 六边形 互相平行的六边形 你看 一组结底 第二组呢 在这里 第二组的结底 第三组的结底呢 就在这 三组结底 如果你眼睛 长在上面 就能够由上往下俯视 而这个呢 结底 因为是属于 原始的特性 所以我们用的是 结木的结 如果像之前说的 方结石 那是矿物 矿物容易 沿着某一个面破裂 那个结是分解的结 叫做结底 好 读起来 读起来 音一样 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特性 一个指的是矿物的特性 一个指的是原始的特性 那么不论如何 上面看 这里就有一些的 俯视 只是这 的六角状 没有那么明显 但一根一根 柱状结底 还是很明显的 另外的话呢 安山园 这说了 杨明山国家公园附近 所以很多人呢 当然就就地取材 当作建筑的材料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像这个盖房子 安山园为建材 那这个柱子呢 也许呢 用的是刚才讲的 玄武岩 也许呢 有些呢 台湾就地取材 就用安山园来雕龙 雕凤 总之 就地取材最重要 才不用搬来搬去 所以这里 讲了老半天 还是在讲 玄武岩 花岗园 安山园 而花岗园 深的地方形成 是属于深层园 另外两个呢 玄武岩跟安山园 喷出来咯 所以呢 就是火山园 所以呢 只是把 之前的一些的 原始的名字 按到它的分类 告诉你一些特性 还是老话一句 很多的名字要记 记得你才会有感觉 没有记 碰到名字 你就会头很大 加油咯 待会再注意看 沉积眼泪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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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